- 所有在股市奋斗的朋友们,你们的辛苦我都懂 - 股票市场其实是有一套神秘而且有效的方法 - 一切都交给我吧,我就是你的贵人 - 欢迎收听股市蔡英斯坦 - 大家好,欢迎您收听股市蔡英斯坦 - 我是节目主持人Ruby - 那么三月的第二个交易日呢,大盘是稍微的震荡 - 那越来越多人关注这个恶乌战争的发展 - 但是当市场的注意力呢,被转移的时候 - 许多个股呢,是悄悄的转强了 - 后续的盘是解析,赶快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 - 同时也是改变一生的贵人 - 摩托头股,蔡英斯坦,蔡振华老师 - 老师好 - 老师好,同志们大家好 - 老师那这两天呢,有许多股票都在转强 - 那包含像钢铁啊运输还有这个生技族群 - 后续我们可以如何来观察 - 我跟你讲,这个是几个概念 - 我现在来跟各位聊一下台湾股市的现况 - 是 - 传产这一块哦,其实整个要破在一起看 - 因为从这个去年,霍贵三雄见到糕点以来 - 你看整个传产都动不了 - 因为霍贵三雄是传产的大哥嘛 - 所以会赚钱就是那三家 - 他不动谁敢动 - 所以你看钢铁是不是半年不动 - 对 - 那但是最近动了,因为霍贵三雄涨上来了 - 是 - 我先讲一下霍贵三雄这件事情 - 很多人都觉得说霍贵三雄去年赔多少钱 - 那我以长榮为例 - 其实我平常心里讲一句话 - 除非你把它砍掉了 - 否则我认为霍贵三雄没有让大家赔太多钱 - 你想想看 - 你看霍贵三雄我以长榮为例 - 实际上最高点在200块以上的那几天 - 它其实是在分盘交易 - 这一点大家不用跟我抬杠 - 你要是有兴趣的话 - 你自己可以把手机价位叫出来 - 是 - 它200块以上那几天 - 就是6月18号到7月15号中间那几天 - 你看它实际上是分盘交易 - 没有多少成交量 - 它真正最大成交量的地方 - 是在去年160、170、180那边 - 供200钱的那两个礼拜 - 当时当充客最多嘛 - 是 - 对 - 你下面的那个什么80、90成本就不用讲了 - 你那个一定是赚的 - 对 - 那你从那个200块以下摘下来跌很深 - 一度破90、破100对不对 - 你看它现在弹上来又回到140、150 - 讲真的 - 你除非说你卖掉 - 你剁掉那没话说嘛 - 对不对 - 你说听信电视上有一些人叫你砍在底点的 - 我股票这种东西是这样子的 - 你要嘛你就是出在起跌点 - 对 - 你画一条上升趋势线破了全出嘛 - 对 - 对不对 - 不管你是赔还是大赚变小赔 - 或者说你大赚变小赚 - 其实最难砍的是哪一种你知道 - 不是一进场就赔钱 - 最难砍的是那种本来赚1000万变成只赚200万 - 大赚的变小赚的 - 那种心情会觉得说 - 会比较厚 - 我赚1000万都没卖 - 你现在只赚200万我干嘛卖 - 那个不好卖 - 但不管怎么说 - 我刚才告诉你 - 我像我们在教的就是上升趋势线 - 画一条出来破了全出嘛 - 是 - 有的人喜欢解基本面 - 那基本面的话 - 因为你对基本面的看法 - 不见得是市场对基本面的看法 - 这一点我要告诉你 - 那所以有的人认为他EPS很高 - 所以不出嘛 - 那如果你不出 - 你就真的不要出 - 你不要说你哪一种最可悲 - 你知道吗 - 就是说你坚定不出 - 因为你认为去年可以赚到EPS50块60块 - 坚定不出了嘛 - 对不对 - 但到最后你砍在90 - 因为你相信法人嘴炮那一套 - 或者说有一些那种 - 比方说电子基本交易派 - 会出来跟你嘴炮吗 - 说景气循环股要卖在本益比最低的之后 - 景气循环股要买在本益比最高 - 这类似这种放炮 - 反正就是炮死人不偿名 - 就是你知道 - 你所谓的高跟低 - 你也不能够讲个实际的倍数 - 假设说你 - 假设说你讲一句话说 - 景气循环股要买在本益比最高的时候 - 那我很清楚的请问你说你的高是几倍 - 你话要讲出来 - 是 - 你不要就放个炮说什么 - 不要卖在这个什么 - 卖在最低的那种屁话 - 对不对 - 很多那种嘴炮人喜欢讲那种屁话 - 我就问你所谓的低三倍是低吗 - 还是四倍是低 - 还是五倍是低 - 你知道三倍跟五倍之间差了70块钱 - 是 - 对不对 - 你叫人家砍在低点 - 你看这一波叫人家砍在低点 - 航运砍在低点砍在那一百块的 - 你要嘛在一开始就砍 - 你到一百你砍什么砍 - 对不对 - 那你弹上来已经弹到一百五了 - 对啊 - 所以我现在讲 - 你真的 - 我真心讲 - 假设说从头到尾 - 哪怕你常常就追到高点 - 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- 两百以上的量不多 - 大部分是追在那个一百六一百七 - 说真的 - 现在已经回来 - 甚至七十到八十 - 是 - 讲真的没错吧 - 是 - 所以我股票是这样子 - 我觉得最终还是要讲一个 - 跟着价位做 - 那我这个霍卫三雄 - 我日后再慢慢跟各位讲 - 我要先把主题拉回来 - 所以你这三支股票上来了以后 - 整个传产其实都会复活 - 因为那三支是大哥 - 所以中钢只要上来了 - 你说这个钢铁股它不容易在跌 - 那你现在因为涅价有创新高的题材 - 新钢张元允强这几支一定是逢回都有买点 -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解封概念股 - 是 - 解封概念股的话 - 因为未来解封是迟早的事 - 所以大户也不怕 - 我现在就算是其中三成资金套牢 - 你拉回我还是买 - 那从这个观点就可以看到 - 你可以看到 - 像那个新钢 - 我举新钢为例 - 它礼拜二的时候不是涨停 - 礼拜三开小低盘 - 大家紧张得要命 - 是 - 结果盘中一度攻到要涨停 - 都没有 - 是 - 这个就说明什么说你不用替人家担心 - 因为你整个传三股是在大底部 - 那有的时候不反应不是不反应 - 它只是慢一点 - 因为现在当中课没有那么多大还是紧张 - 所以整个传三股 - 我刚才讲一次货柜航运 - 陆路航运 - 就是陆路运输 - 你要算那个仓储那几支 - 是 包括自信啊 中柜啊 - 那几支就是你 - 你听不清楚的看我的影片 - 好不好 - 那个免费的 - 你就点进去看 - 那一层里面都有 - 你就听不起我的看我的影片 - 因为我现在 - 我没有办法像一般的财经节目一样 - 照顾每个人 - 我讲得很快 - 是 - 我是把你当做说你们都交易高手 - 但我跟你讲 - 你要是能够跟上我不出三个月 - 你真的会变高手 - 对 - 出事 - 我们这个节目不是做给那种一般 - 一般那种 - 你知道我意思 - 反正你 - 认真的 - 听我们的 - 很多都是那种交易高手 - 他喜欢听我们讲这个 - 就直接就干了 - 是 - 那我们就 - 好 那我进来就要讲 - 所以整个这个船产这边 - 它会属于一个轮工 - 你比方说像航空在休息的时候 - 它就供陆陆运输 - 那如果说这两天陆陆运输 - 下来了对不对 - 我讲航空就在供了 - 因为它现在是卡着一个油价 - 对 - 因为油价创新一个它不敢动 - 其实那是借口 - 它就是长度要给你拉回修正一下 - 是 - 你要想想看 - 你拉回的过程当中 - 大家心里都亲自肚明 - 你迟早要解封了嘛 - 到时候蜂涌进入 - 冲进日本的那种概念画面 - 那个绝佳的主力出货点 - 他们不可能会放过 - 你一定会先拉一段 - 好 那再来我讲这个 - 我们这一波的主轴 - 我们开工以来做什么 - 第一个创伪 - 创伪 没错 - 一档股票并不是死报股票 - 你想想很多投资人他被市场教育的 - 被节目教育的 - 被财经频道教育的说 - 我要死报活报一档股票 - 好像就是说我财经报到天荒地老 - 我一定对一样 - 那其实一般投资人他不了解一件事 - 好比说我现在跟你讲说 - 一档股票你从40涨到60 - 听起来不多对不对 50%吗 - 但是假设说你40涨到50的时候 - 你先卖一套 - 是 - 那这样子来讲的话 - 你是不是已经先赚25%了 - 是 - 那50调回来42 - 你又把它接回来 - 42又涨到53 -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又赚到25%了 - 是 - 你到53的时候卖一趟 - 它又掉回来 - 回到这个55 - 这个55你再买回去 - 最后它涨到60 -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 - 你总共赚多少 - 你总共赚到75% - 对啊 - 比原本的还多 - 这个就可以用来解释说 - 你看好 - 我们讲的日出日落 - 买进跟卖出的概念 - 那我们在月中的时候 - 先把创为你有赚三成 - 我们说赚三成比拼 - 半倍 - 你看一档股票你一次赚它三成 - 拉回再买 - 再创高再卖掉 - 拉回再买 - 再买 - 你三次三成是不是等于一档股票报一倍 - 是 - 但是你知道一档股票报它涨一倍有多困难吗 - 那不是说你是基金操盘人 - 你手上有10亿 - 你只买1000万那很简单 - 你手上就300万 - 你买了10张 - 你说你要报它一倍 - 等于是你其他所有的股票你都不能懂 - 然后你要忍受它乌克兰到底怎么样 - 美国怎么样 - 然后升息到底怎么样 - 每天看得到 - 我跟你讲你怎么可能 - 可是最快的方法是不是 - 我快速的先赚三成 - 连续三次 - 是 - 那所以你看这一次我们做创围跟资源 - 资源 - 创围先出一趟 - 然后资围进场 - 资源进场 - 然后创围出掉的 - 你看前天再把这个创围买回来 - 那这两档股票之后创新高 - 是 - 很多人说老师 - 这个股票市场上涨多不能够买 - 这是一个标准的错误的观念 - 那你说有的这个市场上的资金 - 他每次都告诉你说涨多的 - 我不追我买个低档 - 那请问你低档破底的 - 有人在这边照顾你吗 - 没有吧 - 没有啊 越来越低 - 对不对 - 是 - 比如说股票创新高不一定会大涨 - 但是能够大涨的股票 - 你百分之百一定要经过创新高这一关吗 - 是 - 如果你连创新高的股票你都不去学 - 那请问一下你的股票怎么可能大涨 - 这是一个基本的数学集合的观念 - 假设说你一档股票能够涨半倍 - 你一定会百分之一百经过创新高那一段 - 所以创新高这件事情是你不可能去排除掉的 - 一个选股的逻辑 - 但我不知道市场上为什么百分之九十九的老师 - 都叫你去买那个低档不会涨 - 你要问我我也不懂 - 我也很想知道大家心里在想什么 - 那我后来有一个人告诉我说 - 因为很多老师怕说 - 他在电视上讲那个创新高的股票 - 万一拉回了他很丢脸 - 但是他买一个低档的对不对 - 就算不涨至少不会跌不会丢脸 - 那我说你当一个老师 - 你出来就是为了不丢脸吗 - 就找一些那么低档进场 - 看起来不丢脸 然后大家会认同 - 讲实在话 - 你低档长一根有的也就是落跑 - 赚个什么5%8%也不是说自己多厉害 -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人要有发机的一个时机 - 现在这个时机点既然这么好 - 你不可能5%就要走了对吧 - 对 - 你五六百万的资金 - 你是想拼个三千万 - 然后去主委买一千房子 - 是这个概念吧 - 是 - 对啊 - 这个才是我们要做的 - 你都已经是这么好的 - 你都已经在战争中进场了 - 难不成你只赚一根棒棒糖 - 不可能吧 - 那你不用来赚了 是吧 - 所以我告诉各位现在来讲说 - 第一个你要把握到强势股 - 因为IC设计已经全员回龙了 - 你看在礼拜三有很多很重要的新闻 - 首先第一个仪力店 - 是 - 仪力店它照理来讲 - 本来关是关到礼拜三 - 雅瑟说礼拜四有顺利放出来的话 - 回复正常交易嘛 - 但是因为它在分盘交易期间 - 又累积了很大的涨 - 我怕是怕它被再关一次 - 这两个股票如果没有再被关一次的话 - 你看礼拜三激励掉谁 - 宏达电就上来了 - 是 - 所有的元宇宙概念 - 对 - 那宏达电你说再加上IC设计 - 那就多了 - 是 - 这个东西又蛮 - 我现在讲五开头的那个 - 两个了 - 一个五什么 - 还有一个什么五的 - 那两支 - 这次元宇宙 - 因为最先涨的是那个 - 霹地他们 - 跌身反弹嘛 - 然后辣椒 - 再加上Oh my God - 他因为有 - 绿界他要挂牌嘛 - 所以其实你看 - 整个IC设计跟元宇宙 - IC设计是打头阵 - 因为你看翔硕他们都已经准备要再回季线了 - 他们是打头阵 - 然后元宇宙在底部尝试转强 - 那我认为就是说电子股在这一块 - 要抓刚刚转强的时机 - 我认为这个时机点已经到了 - 大家千万不要放过这个机会 - 好的 那就请大家务必利用稍后的广告时间 - 赶快加入我们参与之谈免费的那一账号 - 那么全新的股票我们要准备进场布局咯 - 下一档你一定要跟上 欢迎来电咨询 - 那我们现在就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- 听众朋友三月一开始已经有许多大户资金买进股票提前卡位未来了 - 每一个成功的人都需要一个时机 - 现在就是大家在股市发迹的好机会 - 关键的三月份你要跟上蔡英斯坦的脚步哦 - 请先加入蔡英斯坦免费的LINE账号 - ID是小老鼠goldmoney168 - 小老鼠goldmoney168 - 或者是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 - 0800668085 - 0800668085 - 0800668085 - 那么全新的IC设计好全新的小金基 - 今天拨电话进来开盘就可以带你进场哦 - 欢迎回到股市蔡英斯坦的节目现场 - 那么老师这个投资朋友们现在呢 - 面对市场的情绪呢 - 可以说已经从这个恐慌变成这个和缓 - 那么个股呢可以操作的这个可能性就增加了 - 接下来我们可以留意哪些个股呢 - 好那首先第一个就直接讲啦 - IC设计回魂 - 创高的创高公的公 - 两个往上天上飞的主帅 - 当然现在第一个就是嘎空上去的 - 有创围跟制约 - 那当然你Type-C跟高速传输 - 这次又有战争的带动嘛 - 因为这次战争其实大家去拉那个太阳有没有 - 因为当时伊拉克战争在二十几年前的时候 - 台湾也涨过 - 这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- 实际上你从IC设计就跟他带过来 - 高速传输一定是最重要的嘛 - 这次战争让大家看到很多新的东西 - 包括金融战以前没有这个东西 - 意外的把虚拟货币也带出来 - 另外我们看到就是包括国际间的舆论 - 都是透过网路的传输 - 高速传输这个东西不用讲 - 未来来讲既然经过止速的拉回 - 其实能够再攻高就是下一波的主流 - 那么既然这样子的话我们来讲就是说 - 要讲到元宇宙要讲到IC设计 - 我们来聊一下伺服器嘛 - 是 - 那伺服器跟伺服器有关的IC设计 - 面上其实也蛮多的 - 但是医院营收有创新搞得不多 - 那这就是一个亮点 - 对 - 就是因为元宇宙什么都好 - 就是题材也好 - 逻辑也对 - 大方向也OK吗 - 差别就在于说 - 因为这个题材去年第四季轰起来以后 - 是 营收没有跟上 - 对差一个数字 - 所以很多人对于轰达电就是颇有为耻 - 但是我就反过来讲一句话嘛 - 如果人家突然给你丢个营收已经上来 - 你现在这个价格买得到它吗 - 事情其实太极是这样 - 因中跟阳中它是一个货服相依 - 正是因为你业绩还没有跟上 - 所以才有这么低的价格给你进场 - 是 - 你说什么都好 - 那就不是一百块 - 是五百块 - 对不对 - 那你愿不愿接受五百块去买那个什么都好 - 你可能又有另外一个想法 - 对啊 - 所以每一种股票在切入点不一样 - 我现在就讲说你要了解到现在是大跌之后的恢复区 - 所以你对营收跟业绩这件事情不能太苛求 - 它如果在今年有转积的话 - 你要在股价底部的时候做进场 - 这才是重点 - 是 - 你要抓它刚起涨的时候 - 那现在我们讲这个伺服器 - 第一个IC设计 - 那我就说了 - 我告诉你这样股票我必买 - 必买的伺服器 - 我就是必买的 - 因为每个阶段我都会IC设计 - 我觉得我们台股的优良传统就是IC设计 - 对 - 我甚至这样子讲 - 能够代表我们台湾的就是IC设计 - 这个东西靠头脑 - 不是靠内需市场 - 对不对 - 你说你要比那个什么食品 - 什么牛奶 - 我们怎么比得过那种大陆国家 - 对不对 - 但是这个靠头脑的 - 你就是IC设计的 - 是 - 那这个再来 - 我们说这个 - 有一些是战争带出来的一些概念 - 但是它有扩散效果 - 台阳这是第一个卫星 - 可是我们看到这一次 - 包括车用 - Type-C连运宇宙 - 带出来的 - 像昨天讲的这个部分的股票 - 今天还在涨 - 是 - 这个FPE的概念 - 它有新的股票要上市 - 就是它子公司绿界 - 这是个大事的 - 因为很多人会去抽绿界 - 抽中的话一张可以赚 - 大概三四十万吧 - 是 - 因为它认购价好像是700多是不是 - 我没有很仔细看了 - 因为满仓的结果 - 我们也不见得我们的朋友会去抽 - 你股票都涨停板 - 你就不用靠运气 - 对 - 但是有人还是会去抽 - 所以占掉一些资金 - 那我学无关痛痒 -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- 而不提会再上来 - 原理都会复活 - 先看这个宏达店 - 它的日均量能不能够回到10万张以上 - 它们家族当中当然就很多 - 是 - 像我刚刚讲的其中两党 - 这一次是务必 - 其中有一家 - 不但是有运作概念 - 还有记忆体概念 - 两党都有 - 两党都有 - 它那两次叠加的 - 另外我们看到生计 - 这一次的像保龄 - 像正规军有志勤 - 然后法人的话应该是比较看美食 - 这些股票其实都一直在创高 - 而生计股已经回来了 - 那我告诉各位新药的逻辑 - 除了药华药之外 - 还有一档股票 - 那档股票我们也是会在这地方做布局的 - 因为这一次全宇生计做肥料那一家 - 你要搭起来跟农粮一起看 - 因为莲华一直在涨 - 莲华它是这样子 - 莲华它除了自己的农粮概念之外 - 它还有一个莲华气体 - 那那个部分是半导体概念 - 所以算特用化学 - 有它自己的题材 - 虽然说现在排面上能够买的股票很多 - 但是我希望各位聚焦 - 你现在进场的话 - 我会丢一支今天才涨的股票给你 - 是 - 所以现在就想听办法跟我联络 - 我们等一下盘众就带各位做进场 - 好的 那么老师也提醒过大家了 - 目前的操作就是要以强势股为主 - 那么许多个股转强表态 - 就是要给大家上车的机会 - 请大家务必要好好的来把握 - 全新的股票我们要准备进场了 - 老师刚刚有说这个必买的 - 也就是IC设计的这一档伺服器 - 还有另外两个红刀钉家族中的哦 - 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行列 - 可以透过蔡英斯坦的Liter - 或者是拨通战线联络们 -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 - 再次感谢摩尔投顾 - 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 - 谢谢老师 - 出会操作一块赚大钱 - 摩尔投顾110年 - 金管投顾薪资第026号 - 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 -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-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- 新柜股票登陆条件较上市柜股票宽松 - 且无每日涨跌幅限制 - 投资人应审慎评估是否适合投资 - 进广告了 - 我想要声音好的小收音机 - 我想买一台好收音机送给爷爷 - 我在家里到处都要有收音机 - 走到哪儿听到哪儿 - 我自己也想要有一台收音机 - 中广严选山进收音机新机上市 - PRD32数位选台的闹钟收音机 - 扫星可爱方便轻巧 - 还有立体声双喇叭 - 中广独家贩售价2000元 - 请上毫无市集网站选购 - 022- 2362-1968 听众朋友 - 三月一开始 - 已经有许多大户资金 - 买进股票提前卡位未来了 - 每一个成功的人都需要一个时机 - 现在就是大家在股市发迹的好机会 - 关键的三月份 - 你要跟上蔡英斯坦的脚步哦 - 请先加入蔡英斯坦免费的麦账号 - ID 是小老鼠- GOLD MONEY 168 - 小老鼠- GOLD MONEY 168 - 或者是播导我们的咨询专线 - 0800 66 8085 - 0800 66 8085 - 那么全新的IC设计好 - 全新的小金鸡 - 今天拨电话进来 - 开盘就可以带你进场哦 - 开盘 - 核心里面